这是今天凌晨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基夫遭遇的暴富性炮火 当地的工业除油设施直接被炸毁 消息指普丁已下令军方准备好炸弹支付 必要时一次让基夫蒸发 目的是要歼灭所有顽强奋战的乌克兰人民 基夫岌岌可危过去一整天枪声不断 俄罗斯坦克出现在街头 但是乌克兰军队和义勇军让俄罗斯遭遇迎头痛击 不只造成俄军重大死伤 还摧毁数十辆坦克和军车 十一辆战机和六架直升机 俄罗斯军队持续从三方推进 万万没想到从克里米亚挺进乌克兰边 近遭遇顽强炮火回击被迫战时撤退 而不只在边境前线乌克兰境内处处是前线 总组泽伦斯基和内阁军事指挥人员现身基辅街头 自拍影片激励民心士气 承伦斯基再次和美国总统拜登热线 要求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道 稳定共同防御协助并成立反战联盟 因为俄军入侵的脚步没有停下来 在投往基辟的要道 一名乌克兰男子企图以肉身阻挡 俄罗斯的坦克大军景象令人动容 这份誓死为国的决心还展现在全民武装行动 只要有能力的公民都主动排队领取枪械 俄罗斯总统普丁不断污蔑泽伦斯基是克要毒虫 新纳粹主义分子意图策反乌克兰人民自己推翻政府 俄罗斯外长更声称不想伤害乌克兰人民或是军队 俄方的言行不一乌克兰人民不吃这一套 连亲俄的乌克兰前总统波洛申科都自己拿起枪 不加入义勇军和人民一起作战 白宫发言人也在稍早前宣布美国和欧盟 都将直接针对普丁本人祭出制裁 向普丁表明军事行动必须付出的代价 好消息是昨天传出克里姆林宫同意派出代表 前往明斯克和乌克兰协商之后 美股连续第二天大幅上涨 道琼指数更创下2020年11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